還有一個問題 不是 對不起 餵 我是 什麼 胡鬧 好 好 我來處理 我來處理 再見 怎麼了任局 幾件組打來的 是李大康在警察 快 你帶幾個人 馬上把他給我弄過來 好 快去 真是越亂越出聲了 李錦正 我呢不是鬧事的 我只是一名考生的家長 我來是想請求你們 請求校方 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這不過分吧 現在我們沒法跟你解釋 我知道 貴校的表演專業考試呢 分一試 二試 三試 層層淘汰 層層選拔 每次榜上有名的 就能進入到下一輪 對不對 我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陪著我女兒過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到了最後 網上明明有我女兒 李純純的名字 你們卻沒有給她發通知書啊 這是為什麼呢 所以啊 我來呢 就是想請你們給我一個 合理的答复 我想知道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有良知 但是你們想過沒有 你們的這種所作所為 是正在斷送一個孩子的美好願望 李大 這是陌生 李大 這是我的私事 跟你沒有關係 李大 李初 你一個女兒在外面很擔心你 我再說一遍 也許這件事情呢 會很困難 可能要廢卸周折 但是我不怕 不幫我女兒討回公道 我李大康 枉為人物 這件事情 我不會敢求他 還會來的 李大 李大 祝你倆快追上他 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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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穿的 什麼事啊 我知道 我也幫不上什麼大忙 但是 那個孩子 我在考場上見過 很不錯 我覺得 憑他自身的能力 通過專業考試 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 發生了這種事 我們當老師的 也覺得很對不起孩子 謝謝你 我的意思是 家長如果對考試結果 有意義的話 可以要求學校賦議 怎麼賦議啊 我們的專業考試 每個考生的面試經過 都有錄像 可以要求重看錄像 來審查考生的表現 是否合格 我明白了 謝謝你啊 您貴姓啊 我喜歡那個孩子 李大康 你的行為不接近代表你個人 你要冷靜 我連我自己都代表不了 我還能代表誰 李大康 我提醒你 這不是你個人的事情 要不得你亂來 我亂來 我為我的女兒討回公道 我是亂來嗎 我沒聽說過 一個父親 連自己的女兒都保護不了 他還能保護誰 李廚 你冷靜點 我冷靜不了 你冷靜點 當我女兒 苦著問我怎麼辦的時候 我差點就跟她說 寶貝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再忍了吧 誰讓你爹 幹的這工作 是得罪人的 我能這麼告訴他嗎 我不能 我不能告訴他 他是因為有我這麼個爹 他才會有無私家長 我知道 你們這些當領導的心裡 怎麼想得我很清楚 我也知道這事很複雜 但是我是一名父親 我只有一條路 我豁出去這關不幹 我也要為我的女兒 逃回公道 我要為我的女兒 逃回公道 李廚 我去看看他 李廚 李廚 我知道你現在沒有心情 但是我必須得跟你談 為你的女兒 討回公道 這是我們大人的事情 不能把孩子撤進來 我們可以陰謀周旋 但孩子不行 對於我們來說 傷害是在所難免的 但是無論怎樣 我們都要坦然面對 因為我們選擇了這個職業 我們就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請相信我的心裡跟你一樣難受 我的心裡跟你一樣難受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挺我的职 我可以接受审查 是不是 但是对于那么着力的手段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有必要挺我的职吗 是 是很拙劣在你看来漏洞百出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光我们能看出来有用吗 我明白了 又是你的那套程序论 我希望你不要误解 我没误解 既然没有误解 你就应该看到这个事件的背景 当然和难度的案子有关 先是石押 阻止你的调查这是其一 其二吧就是来着一手泡脏水 这不是叫板吗 如果我们真的收手不查了 那我们成什么了 所以你认为挺你的职 就是示弱对吗 我早就说过 这不是君子之战 在这儿没人跟你玩斯文 是 你还说过 这是一个泥潭 从这个泥潭里走出来的人 没有一个是光鲜亮丽的 但是最起码我们应该保证 我们胸前的这枚简灰 是鲜亮的 保证这枚简灰的鲜亮 超出了我们个人的荣辱 你同意吗 好 你不说话 不说话就是同意了 下面我们来谈谈细节 你不是最喜欢谈细节吗 那个光盘还有那封举报信 是别人以匿名的方式寄到学校的 表面上看呢 是在检举校方的一些工作人员 在招生的过程中的一些舞弊行为 实际上 它是冲着你个人来的 不 这么说不准确 它是冲着我们来的 阻止调查只是他们的目的之一 更险恶的是用栽赃的方式 来诋毁我们检察机关的声音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 所以你现在不仅是一个考生的家长 就像你说的 这是一场战斗 以维护检察机关的声誉 为最高任务的战斗 作为一个检察官 你必须投身在其中 但是我希望你能记住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跟你 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可是我对我女儿是个诺果 我答应过她 要替她讨回公道 当然 这是你必须要做到的 也是你的战友们为之追求的 我希望你能明白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好吧 下面我们来说说怎么办 盐胖子呢 已经躲起来了 那个公司也关了 昨天就该查封他 这个事情留给事局来做 我们先不要插手 这是一条纪律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接下来我要找你的爱人谈一谈 你也要回避能理解吗 能 还有一条 在我跟学校没有处理完这个事情之前 我希望你不要单独地跟学校接触 这也是一条纪律 那接下来我干吗 待着 是 照顾好你的家人 刚才我说了 伤害在所难免 但是我们要把伤害降到最小 这案子呢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案件的一部分 可是卢慧君还有范长力啊 这事当然没完 这只是第一个回合 我记得你说过就是在这儿 也许我们会伤得比敌人更重 但是我们终将站起来 谢谢 霍亮 这李大康到底怎么了 嫂子 李大真的没事 没事 没事 你没事叫我来干吗呀 是我们领导啊 你也有点事 借我 你们领导 来 呀 纯纯 你怎么在这儿啊 欧阳 你这 怎么了 你怎么不在学校啊 上课呢 欧阳 欧阳 孙队 去跟李希阿姨出去玩 好 我都是叫李希姐姐的 好 好了好了 不管你叫什么都可以 走 大康 欧阳 出什么事了 没事没事你听我说 是这样 我们领导呢要跟你说点事 这位是 嫂子 你好 我叫夏青 刚来没几个月 跟你还没有借过 你好啊 那这样 你们谈 好了我在门口等 好不好 来 来 坐 坐 嫂子 嫂子 你不要紧张 我们今天呢 就是一个例行谈话 所有谈话的内容 李处全知道 你看 我们这个工作啊 真的是挺忙的 平常呢 李处对家里肯定照顾的没有你多 我们应该代表李处对你表示感谢啊 嫂子 里里外外一把手 李大梅次说起来的时候 心里都美得不得了 她就是嘴上那么一说 其实心里啊 蛮不在乎的 是吗 那不行 那我得找她谈谈 哪能啊 李大每次提起您 提起孩子 那种幸福的感觉 根本隐瞒不住 对 她就是这么不含蓄 李大还经常教育我们 说一个爱惜自己家庭 爱惜自己妻子的男人 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说的我们这帮单身汉 无地自容呢 别听她瞎说 姬姬 女儿的事情 是不是让你们挺头疼的 可不是吗 今天还跟我吵一架呢 女儿想考锦大的表演专业 是 专业课呀已经通过了 挺好的 我就是锦大毕业的 我妈妈也是 是吗 那什么专业呀 我是法律系 我母亲是经济系 已经退休了 这两个专业太好了 可我女儿啊 非要考表演 表演也挺好的 你女儿长得漂亮 我觉得 女儿长得像嫂子多一点 对 现在的孩子啊 真是太叫人操心了 你小孩有多大了 我还没小孩呢 还没结婚呢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没关系的 我呢 是所有人眼中的老大男 都三十好几了 还没把自己嫁出去 你说难不难 你就是要求太高了吧 你跟嫂子说 你想找什么样的 我们医院的医生怎么样 你看 以后再说吧 你看我是不是把话又扯远了 没有 是这样的 嫂子 我们呢 都是李初的同事 私下里关系都很好 今天找你来呢 就是想核实一件事情 这样 我们先给你看一段视频 你看完以后呢 不要回避 也不要紧张 就把当时的情况 向我们说明就可以了 好吗 好 刘主任 我想问问您 在考学这方面 好 我看看 这么多呀 不是这样的 我女儿 我当时交给她们的不是钱啊 是我女儿的照片 真的 我从来就没给过她们什么钱呀 这间办公室 就在那个天狱演艺公司 当时就是那个舞导演安排的 这这这怎么会这样啊 不是这样的呀 你们跟我讲 这是为什么呀 怎么回事 这怎么了 嫂子 这样 你不要紧张 也不要着急 只要把当时的情况 如实地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好吧 好 这广告和宣传画怎么都没了呀 这就是那个排练厅 你看 怎么会这样 人呢 我当时就是在这个排练厅看他们表演的 有一个舞蹈演把我叫出来 这个给您 都是纯纯的照片 给您一块留着做个记忆 把这些照片 给刘主任看看 看看咱们孩子是不是那个意思 好 那个就是刘主任的房间 就是那个 我就去了 我一进门 看见刘主任一个人在那儿 我就跟他聊了几句 就把照片给他看 就这些 真磨捞 这事我也没想到 他们趁您和麦子去外地出差的时候 这帮人能掐回算呢 就在这 你们这么多人干嘛呢 我们是检查院的 这公司的人呢 没了 早走了 人呢 人去哪儿了 你快说 这东西都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你们是骗子吗 我不知道 这东西呢 这东西呢 你们两个一天都没说话了 嗯 是因为我吗 不是 那是为什么呀 明天你还要上课呢 睡觉吧 不行 我今天受刺激了 你得陪着我 要不然我会做噩梦的 好吧 爸爸陪着你 嗯 嗯 妈妈今天去你单位干什么了 这个事说起来很复杂 这个事说起来很复杂 怎么复杂了 很复杂 很复杂 是多复杂啊 你真想听 嗯 其实啊 你看啊 你妈妈呢 是 妇产医院的护士长 女人生孩子嘛 这是天经地义的 是吗 对 这也是一个 对一个家庭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不是 嗯 一个家庭的心情 即将来到这个 世界上 这是一个既紧张 又兴奋的事 其实呢 嗯 男人在这个时候啊 什么都帮不上 只会想着急 但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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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证明 我的清白 嗯 欧阳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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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把它贴在墙上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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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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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今天啊 能看到特别多的同事 还有您教过的学生 这身打扮特别合适 是 哎呀 我真是不想吸引别人的眼前 那也不能让别人忽视您呀 嗯 哎 哎 哎 他在哪儿 在那儿呢 怎么样 老师 老师 您好 我们那边走走吧 每次回到学校 看到那些年轻人 我都有一种 安耐不住的感觉 想跟他们聊聊 告诉他们 我经历过这些 你又有这种感觉吗 夏青 谢教授 你们经济系也处诗人啊 老师 你看那边 挺热闹的 果然有大人物利益 这个问题 你得当初 这个他们主外 就比如什么看 周震光吧 妈 您眼神真不错 什么眼神真不错 这 我猜想 就是他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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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陈自明 你照顾好您的老师 是 谢教授 祝您今天愉快 好 再见你啊 再见 谢谢 嗯 嗯 怎么样 你惹他生气了 那我不是成心的 你看你 这我可帮不了你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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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校的校友 你应该知道 我们真的谁都得罪不起啊 一个向往这所学校 想在这里受教育的孩子 是可以得罪的吗 贺书记来了 杰志愿 贺书记来了 杰志愿 老刘 你是党员 又是系主任 我们来找你谈话 完全是依照组织纪律的原则 不是胡闹的 你有义务 以正常的态度 来回答组织的问话 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替你害臊 贺书记 可能我今天 不是很合适到这儿来 我看我还是回避吧 不 没什么不合适的 老刘 这位是锦山市检察院的夏京同志 贺书记 我只是那个学生家长的朋友 想以个人的身份 跟刘主任谈一谈 既然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不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 以后再说吧 等等 检察官同志 我不想和他们谈了 我要和你直接谈 不好意思 我没太听懂 您是想举报吗 还是想自首 你不是检察院的吗 这么明显的陷害你 还看不出来 你是在请教我吗 还是在质问我 算是请教了 如果是请教的话 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不过 要不要回答 我还要听一下贺书记的意见 好 坐这谈吧 小张 谢谢 我根本就没有拿考生家长的钱 这个问题很好搞清楚 把那个考生家长叫过来 我们当面对峙 马上就真相大白 刘主任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什么意思 那你认为你的朋友给我送钱了 我怎么认为并不重要 而且我怎么认为对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的作用 老刘 你说你没有收钱 但 我怎么认为 你怎么认为 我怎么认为 你怎么认为 我本事就能用 我怎么认为 是什么 我自己认为 是别人的 我自己认为 觉得我伤害了 很多人 我都不就不严寞 我自己认为 你觉得我 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认为 对对对错 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跟那个学生家长是在哪见面的 那天我们是在天狱演艺公司的一个办公室里见过面 没有错 确实 您说得很对 就是在这个地方 贺书记 我这有地址您看一下 这证明你跟那个学生家长确实是见过面 那么现在你再跟贺书记说一说 你们见面都谈了一些什么 这个本子上呢有一些我们所记录的 那个学生家长的复述情况 贺书记可以根据这个本子上的记录呢 随时向你提出问题 看看你们俩的回答是否一致 所以希望你能够尽可能地叙述地详细一些 好吗 那天一见面 我们就寒暄了几句 孩子怎么样 听说开始排练了 是 这不定妆照都拍了吗 后来他给了我一个大信封 说是他女儿的照片 我打开一看确实是照片 这么多呀 作为我们家长啊 最关心的还是孩子考学的事 之后你们又谈了什么 接下来你们又谈了什么 他谈谈他女儿考学的问题 具体是怎么说的 好像 好像问到考试还要准备什么东西 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当然是鼓励了 我对考生和考生的家长 在考前就是以鼓励为主 你难道没有承诺什么吗 老贺 你什么意思 你审问呢 我承诺什么了 你现在是让我 说对考生家长承诺 是吧 就是有理由收钱 对不对 你太阴险了 你为什么非要告我 老刘 现在是数字问题化 你懂什么 我 那个孩子根本就不要人帮忙 人家报考咱们学校 那是咱们的幸运 就凭他们那个水平啊 能考上更好的学校 一点问题没有 我给人家承诺 笑 那个 何书记 刘主任 这样啊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就不要再纠结下去了 我想这个孩子的实际能力问题呢 贺书记是一定会想办法去了解的 对吗 贺书记 没错呀 咱们看考试录像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 对对对 我想贺书记一定会再找一些专业人士 来看一下那个录像 会吗 贺书记 嗯 嗯 嗯 对 对 对 好 那这一页呢 我们就翻过去了 嗯 刘主任 你可以再跟贺书记说一说 你们的见面 为什么没有在你的办公室 或者是其他地方 而是在天语公司呢 没有为什么 刚好在那碰上 是吗 我的朋友为什么去那儿 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恰巧你也在那儿 刘主任 这是我们许总 给您个人的筹劳 给系里那部分经费 您看怎么走账比较好 哎呀 我们系里头啊 就没有账户 就一个小金库 也是个人账户 哦 那我就明白了 我跟许总汇报一下 这是好办 这个重要吗 当然重要 我认为一点都不重要 是吗 好吧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有了一个分歧 没关系 有分歧很正常 嗯 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认识一个叫 吴克的导演吗 这事跟他有关系吗 有关系 我认为没关系 好 那么我们又有了一个分歧 没关系 没关系 分歧再多 事实也只有一个 对吗 贺书记 这样 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 关于一些其他的事情呢 我们等警方调查出结果以后再说 对吧 下轻 那我们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是这样的 从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呢 不能证明刘主任收了那个学生家长的钱 所以如果我是学校领导的话 他可以回家了 老贺 看看 怎么样 我可以回家了 你们这么老软禁我可不行 不过是这样的啊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嗯 意味着中间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说清楚 学校有继续追索这个事情的权利 如果学校想搞清楚的话 可以向我们检查部门举报 我们立刻立案侦查 在没有采取任何的强制措施之前 刘主任的行动是自由的 我呢只能说这么多了 好吧 你 你什么意思啊 老贺 老贺 我希望学校能够复查一下李寸寸的考试情况 公正地对待考生以及考生家长的请求 一定一定 但是 老刘的问题怎么办 他的事情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夏青啊 我没拿你当外人 我是你父母的老同事 看着你长大又当过你的老师 最起码的 你也应该叫我一声叔叔吧 是 我应该叫您贺叔叔 家丑不得外扬 学校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想闹得沸沸扬扬 明白 可是现在是法治时代 难道你们学校的面子比法还重要吗 你不懂啊 夏青 何叔叔 我懂 不就是跟你们这些领导的业绩有关吗 把事情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可是法呢 我们心中应该存有的正义呢 真相呢 难道这些就不重要了吗 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一来保护你们学校的面子 你觉得这是一所大选应该做的吗 这个 李孙孙的事情 我们可以纠正 我觉得唯一的纠正方法就是 依法还事实与本来面目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所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除此之外 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他犯什么事啊 这是你问的事吗 我也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你这样 把他现在的手机号 还有他住哪儿地址告诉我 马哥 你这不是让我出卖朋友吗 哪儿这么多废话 我不是你朋友吗 好好好 那你记下来 你别说是我说的 行了 行了 赶紧说 1324 1265 744 说这些 住哪儿不知道啊 行 回去 他们这出戏马上就要上演了 要不要来看看 能不能先说正事啊 那看戏的事定了 待会我请去 他那个手机号我 手机号我有了 但是 手机号我有了 但是 丁先生 马上就要收盘了 嗯 太烫了 他就要收盘了 他说了 喝点酒吧 老崔 喝了 什么意思 老弟 你给曹总解释一下 曹总 百分之一点八 是天安路桥这只股票的单日涨幅 四十块 是天安路桥这只股票 这个我都知道了 我想问的是 今天是丁先生四十岁生日 老丁 今天是你生日啊 生日快乐 来来来 这是小弟他们几个 特别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谢谢了啊 有点意思啊 确实是一本别致的礼物 是啊 活了四十年了 这是我收到的最别致的礼物符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再送什么礼物都超不了这份了 你不能这么说 这个最别致的 未必是最精彩的 这么说我们还有点希望 说吧 今天你不管要什么 我都给你 真的 真的 那我可开单子了 开吧 独乐不如众乐 天安路桥有得玩 一起来吧 好 我家榜 君子一眼 四马难追 谁啊 你好 请问是舞蹈家吗 舞蹈啊 你看我们辛苦来了 谈谈呗 你们又什么人啊 想干吗 市局宪警队 怎么着 进屋谈谈 对不起 有话就在这儿说 那要不跟我们去局里谈谈 是拘留呢还是逮捕 都不是啊 是起了 请您协助我们警方调查